大學重考的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很看不起我自己 然後呢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然後神就跟我說要我看看他 那我問他說 我看你幹嘛 然後神就說因為他很柔美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柔美跟我有什麼關係 然後他就跟我說 孩子你是按我的形象跟樣式照的 所以那一刻開始呢 我就覺得超級感動 真的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呢 就算我們看不起自己 就算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很糟很沒有價值 可是呢我們每一個人 就算你覺得最沒有價值那個人呢 也是按神的形象跟樣式照的 所以每當我們在唱 神很柔美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某一方也在講 我們自己是有那個柔美的價值 柔美的形象